那些曾经被美国人收养的女孩们如今都怎么样了 如果找回亲生父母 他们的生活会再次发生改变吗 据悉 在过去的20年间 中国大约有15万儿童被欧美国家领养 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 17年前 克罗伊就是在广东一家孤儿院里被犹太父母领养的 她从小在白人家庭中长大 从没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但随着年龄增长 她开始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渐渐感受到了那层血脉文化间的隔阂 在99%都是白人的社区中 顶着一张亚洲面孔生活 尽管说着再纯正的英语 也不会被当作真正的白人对待 这份微妙的不同 让克罗伊开始对中国感兴趣 有时候她会想 如果跟着亲生父母生活 那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 因为这份好奇 她选择了一个教授中文课程的学校 还通过基因网站做了DNA检测 留下了自己的信息 神奇的是 不久后 她竟然真的在网站上 找到了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孩 DNA测试结果显示 她们是来自同一个家族的表姐妹 沙迪被遗弃在一座桥上 一对田纳西州的夫妻营养了她 养母从没有避讳过她的来历 并且在她三岁时 就给她做了基因检测 希望能帮她找到亲人 沙迪一直对自己的身世很好奇 因为在过往的生活中 她也面临着和克罗伊一样的困境 沙迪在一岁时就被领养 不会说中文 也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记忆 尽管她一直认同自己是美国人 但看到她的亚洲长相 朋友们总会说她是香蕉人 是他们见过最洋派的中国人 每当养母拿出相册 一张张讲述着家族历史时 沙迪也总是跑深 她感受不到 自己和照片上那些人的关联 三姐妹中的最后一个 蒂里 被俄克拉和马州的一个 天主教家庭收养 虽然养母只有她一个孩子 但莉莉有15个表兄弟姐妹 从小一起长大 莉莉擅长篮球和排球 高中三年前 获得了一连串的奖牌 还被俄克拉和马州里大学 成功录取 高中毕业后 莉莉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夏合修整手术 十几年来 夏合激情一直是她自卑感的源头 但有时她也会觉得 这是亲生父母基于她的烙印 被领养前的空白记忆 像是一个解不开的谜题 一直淤堵在她的胸口 让她不断思考着 我是谁 也许只有回到那个 被遗迹的地方 才能真正找到 这个问题的答案 莉莉是三个人里 寻亲医院最强烈的那个 她在网上找到了 一个历史旅行团 不仅可以私人定制 游玩行程 还能帮像她这样的 领养儿童 找寻亲生父母 莎莉对她这个想法 也很感兴趣 只有克洛伊有些抗拒 中学时 她曾被最好的朋友说 你的亲生父母 是因为不想要你 才把你抛弃的 这句话 把克洛伊伤得很深 哪怕已经好几年过去 每每说起 她还是会委屈地流泪 后来克洛伊选择逃避 她害怕那个未知的 被丢弃的原因 会残酷到她无法面对 她的这种害怕 沙蒂和莉莉赶重身手 在他们的鼓励和安慰下 克洛伊决定在暑假 和他们一同踏上 寻亲之旅 负责和他们对接的 是中华加麦研究专员 刘豪 她同样出生于广东 因为一态政策下 差一点被不想叫 罚款的父母提气 在爷爷奶奶的坚持下 她被留了下来 但敏感的女孩 从小就察觉到 自己和哥哥不一样 小时候有一天 父母要带着哥哥 去高档餐厅吃饭 刘豪也想跟去 却被父母一巴掌 推出了电梯 你不能去 那时她就清楚 自己是不被欢迎的存在 所以就更能对那些女孩 感同身受 刘豪在国内的学情网站 社交媒体和电视上 都刊登了寻人启事 时过境迁 很多信息都没能留存下来 刘豪的工作 无异于是大海捞针 但在她不断地联络 梳理 甄别后 竟然真的找到了 幼儿园时期 照顾三个女孩的阿姨 还筛选出三个 有可能是 他们亲生父母的家庭 第一对夫妻是两个农民 他们有可能是杀地的父母 当年颇于严格的政策 夫妻俩只能在 生下第二个女儿后 找人把她带走 夫妻俩也一直牵挂着 这个孩子 但当年的送养人 怕他们再把孩子要回去 一直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刘豪收集了他们的唾液 回去做DNA检测 第二对夫妻 是陈沐昕和他的妻子 他们有可能是 莉莉的亲生父母 陈沐昕说 当年二女儿出生后 大队干部 要她交纳六万元的罚款 陈沐昕拿不出来 只能在墙包里写上 出生日期 塞了三百元钱 把孩子放在了医院的门口 陈沐昕的大女儿 也一直对妹妹心存愧疚 自己享受了 二十年父母的爱 妹妹却没有机会 在父母身边长大 第三个女人 现在经营着一家服装店 当年的很多家庭 都向她的夫家 选择把唯一的生育指标 留给儿子 所以女人先后 送走了三个女儿 她对于寻亲的结果 很悲观 觉得孩子 也许并不会原谅她 大阳彼岸 三个女孩正在兴奋地 坐着出行前的准备 沙利坐了梅甲 克洛伊吵着 要去看大熊猫 而刘豪此时 也收到了基因检测的结果 这三对夫妻 都不是姐妹们的亲生父母 尽管有些遗憾 但三姐妹还是决定 要去广东 看一看曾经 生活过的孤儿院 见一见 照顾她们人生 第一成的阿姨 虽然已经在网络上 聊了很久的天 这还是女孩们 第一次见面 她们一起 在故宫拍了照 一起爬了长城 一起拜了西桥山的欢音像 还一起过了个 难忘的圣诞节 最终 她们来到了广东 和曾经照顾她们的阿姨见面 十几年过去 阿姨们却依然能清楚地回忆起 关于她们的每一个细节 可恶依是在出生当天 被派出所送来的 当时身上 果知一件成人羽衣 沙地是在 人生道边被发现的 从小阿姨就觉得 她以后能长得很高 莉莉被遗弃在 政府大楼的楼梯上 被阿姨带回家里 养到一岁 虽然每年都要照顾 上百个婴儿 但她们中的每一个 阿姨们都曾倾注过 全部的关心和爱 刘豪要去拜访陈沐昕一家人 告知她们基因解释的结果 其他人也跟着去了 在得知莉莉 并不是自己的女儿后 陈沐昕失落极了 但结果摆在面前 又不得不接受 她看着莉莉的脸 不断说着 她和自己长得有多像 大女儿也给每个人 都送上了一瓶土蜂蜜 希望她们有机会 可以再来玩 直到一群人坐上车离开 陈沐昕还是在远处 依依不舍地目送 背过身来 弟弟泪流满面 虽然没能找到亲生父母 但和陈沐昕的见面 让她感受到这个男人 对女儿的牵挂 也许 她的亲生父母 也会这样思念着她 她并不是不被期待的小孩 回到美国 女孩们再度回归到 往日的生活 莉莉的大家庭 给她办了个回家派对 克洛伊的中文 越来越流利 莎蒂为学业而努力着 生活不像电影和戏剧 总是能等来 大唐人的童话式结局 但有亲人的陪伴和支持 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伊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